我们蜗牛租房啊 定位就是便捷的品质居住服务品 虽然我们成立只有一年多 但是我们发动的迅速 像你们销售的档啊 虽然底薪呢 只有三千五 但是提成上个综 你知道吗 上个月的销关 光是提成 拿了五张 这么多啊 这是你位子 谢谢 谢谢 所以啊 能赚多少 你能赚多少 这个就看你的本事了 明白 您介绍一下 这是你的新公司 杨一 姜海 姜海 你好 杨一 这位呢 就是我刚刚给你介绍的 骚冠会儿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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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就找我在那边上了 潘石那边呢 一口咬定 这个就是最低价钱了 但还是比咱们的预期 要高点 这个价格 董事会那边 肯定是不会通过的 是 但他们一副 好女不仇价的暂时 我也真的不懂 对了 魏总 我突然想起来 您跟潘石新上任的 首席顾许 是大学同届吧 您说 跟她是同班同学 那太好了 那您看能不能 麻烦嫂子出面 请她吃吃饭什么的 从私人关系上 想想办法 学校里都知道 他们两个是冤家对头 这个事 林霜要是出面的话 肯定有黄了 明白了 那想其他办法吧 好 省心的租房平台 蜗牛租房了解一下 谢谢 你好 谢谢 你好 租房 你好同学 我看你们三个人打扮得这么精致 应该吃不消学校的那种六人间吧 来 看看 蜗牛租房 谢谢 蜗牛租房呢 装修风格各异 而且价格啊 从低到高都有 我们不想看房子 我们刚刚就是来看看你 可以可以可以 我随便看吧 这个是怎么回事 那个 那个 新 新能持有项目 目前需要上会讨论 那个刘经理说了 让我们先等一等 都多长时间了 还在等刘经理的消息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采购经理 这么大的项目 关键决策人是谁 什么时候上会 公司有没有什么倾向性 竞争对手还有谁 他们接触到什么层级了 我建议你立刻去趟他们公司 把所有的事情都捋捋清楚 佳怡 佳怡 你看 你能不能稍微晚一点 我手上还有几个急事 真的要处理一下 而且其实 新能持有项目资料收集 也不用那么着急 是吧 大客户资料收集 也需要时间的 不差这会儿 大卫晚点同步了 再发给你 什么晚些 晚些是多久 你知不知道 大卫的失误已经严重影响到 我的工作进度 产品部工作效率低下 就是因为你们这种 剃皮球打太极的消极态度 我现在就要拿到 所有的准确信息 准确信息没有拿到 的确是大卫工作上的失误 但是眼下 他有更紧急的工作要处理 你要学会 判断事故的轻重环机 遇见问题就解决问题 不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只知道教训别人 另外 着急需要准确的信息 你自己可以跑一趟啊 行嘞行嘞 到我们明天上午十点 我约房东咱们再见个面 价格还能再低 好了 王总 明天见啊 再见 谢谢 咋样 成了 成了呀 不错嘛 你今天开几单了 三单 三单 你一个新人已经可以了 回头教我两招啊 行 我现在吃饭了 我一块来找你啊 拜拜 晓慧 你今天几单了 食物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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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下次学习啊 谢谢 嗯 有情绪 大伟能力不不不可以 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有数 但作为我的助理 你在管理智慧上 我希望你不要掉队的太离谱 我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是大伟的失误 您却坚持让我替他弥补过时 那么你认为 一个新人 该如何了解用户的需要 产品部所有用户的资料 我都已经看过了 做产品 最基本的 是从用户那儿获得第一手资料 而不是通过任何人中转 我的手机里 有两千四百多个微信号 都是用户 每一个 我都亲自沟通过 今天的事情 让大伟跑一趟很容易 但作为新人 我认为 你应该获得第一手资料 嘉宜 我不管在别人眼里怎么看你 在我眼里 你就不是什么娇弱的女孩 不是什么富家千金 而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职业女性 差别的对待 只会让你泯然众人 适度地磨练 才能让你真正地发光 我希望你忘掉富家千金的身份 用自己的实力 去赢得同事们的尊重 我明白了 魏总 我马上出发 等等 我们会跑很多地方 穿着高跟鞋 会很辛苦的 给你一个小时时间 去商场 晚上舒服的 客户那边 我会提前打招呼 谢谢你 魏总 由于一些机器学习用力的训练 涉及到敏感数据 而模型可能会在无意当中 泄露用户隐私 因此引入造型数据和配合算法 就能实现对隐私数据的保护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回去以后好好看看笔记 下课 抱歉 过一下啊 谢谢 过一下 过一下 谢谢 谢谢 这不是魏总太太吗 我是方舟技术部的陈志 上次团建我们见过 您好 真巧啊 你对互联网也感兴趣 我 我就是随便来听一听 那我还要接孩子 我先走了啊 下次聊啊 好 抱歉 谢谢 过一下 谢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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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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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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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别 妈妈 还想玩一会儿吗 还想 去吧 老师给你还有文明打电话 没打通 小苹果就指示老师给我打电话 小苹果怎么有你电话呢 就上次他走丢的时候 留了我的电话号码 他说下次再走丢的时候 打给我 我以为他开玩笑闹着玩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 妈妈 您和佳晴阿姨是闹别扭了吗 没有 没有 老师说懒闹了别扭就握握手 大家还是好朋友 去玩吧 真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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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事 我不该那么说你 是我不好 我不该在医院里面跟你说那么重的话 我爸妈说了 其实他们早点知道真相挺好的 省得一直蒙在鼓里为我担心 现在好了 都说开了 说实话 我真没想到他们能这么开明 挺好的 人生嘛 难免勾勾赫赫的 你看 这段小朋友摔倒了 哭起一声爬起来 拍拍身上的土 还是会继续向前跑的 我这么难过的坎儿 怎么被你说得云淡风轻呢 我们两个不一样 你从小拿了一副好牌 从来都没有输过 所以做什么事情会患得患失 这很正常 你不像我 拿一手烂牌 打一张输一张 打一张输一张 哪儿还顾得上来 计较什么树河一啊 未来啊 我肯定要面对更多失败 我得学着放下得失心 对了 你工作上的事怎么样了 我说是 卫明跟我下了最后通牒 我必须离职 不好意思 没帮上什么忙 这个事情 你本来也帮不上我了 我 我那天给你打电话吧 我就是 病急了乱头医 你就当我是想 找一个心理安慰吧 我上次 听课遇到麻烦 其实只是手机乌波给了你 结果我没想到 你想都没想就愿意帮我 我跟你就不一样 我第一时间想到你 要是几个月之前 我打死都不会相信 我能找你帮忙 那可能是冥冥当中 老天爷安排好的吧 张霞阿姨 你快来追我一下 我来了 救命 救命 能不能温柔被抚摸 人家的骗开 你不要去跟小池 你别为了 我担心 留下一个 我担心 你快来 跑向你走开 你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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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你快来 我温柔被跑了 你快来 外面再多喧嚣 与我无关 梦碎了要怎么拼头才圆满 脆弱渴望被看见多少 借你一双眼 妈 现在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看看 以后呢 看看我在家里认真工作 千万不要惊讶啊 这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希望如此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本人江海 在宅家大概有四百多天了吧 我终于找到工作了 虽然只是一个基础的销售工 但是呢薪资是上不封顶的 而且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就谈妥了三个客户 他们都说好了 明天一大早就来跟我签单 姐 你就等着享福吧 享福我不敢当 你别给我挖坑就行 我怎么可能给你挖坑呢 但我着实也没有想到 你说我一个学设计专业的 没想到销售也还挺厉害 你说我是不是全才 差不多得了啊 别臭美 其实我之前学的设计呢 跟现在做的多多少少 还沾点边 所以我上手起来 还没那么困难 林双姐跟我说了 那是让我先从 基层的工作干起 慢慢地积累经验 以后不管是从事这一行 还是说改行 都会有帮助 前段时间我跟她见了一面 跟我聊了很久 还挺有感触的 我真的感觉到林双姐 是一个不别懂我的人 而且她肯鼓励我 林双姐真好啊 我想着之后能有机会 能再见她 你这这开口闭口的 都是林双林双 你该不会真的对她有意思吧 我告诉你啊不行啊 你们两个不合适 三观不合适 年纪不合适 我跟你说哪儿哪儿都不合适 你要是有这个想法 我告诉你 你趁早啊 给我打消这个念头 知道 我知道不合适 我也知道林双姐的处境 不会去妨碍她的 那这就好 就做好朋友吧 做好朋友可以的呀 对吧 我就想着说 我默默地我陪着她 关心关心她 她要是遇到什么麻烦 我替她分担分担吧 你放心 我现在的重心在哪儿 在这儿工作 姐我跟你说我比较小看我 我这个世界性重起来 那都吓死 你最好吓死我 就等着看就完了 大爷好 果果你好 真乖呀 上学去了 大爷 大爷 正好 我还有事想麻烦你呢 什么事啊 我最近有点忙 所以想找一个小事工 是固定的那种 你看你方不方便 每天中午来我家做两个小时 然后价格呢 我就按市场价给您 好的呀 方便的 正好我儿子最近也刚上了大学 家里确实开销有点大 那你具体要我做些什么 你就直接跟我讲好了 好 那我先送果果 然后回头我跟你细说 好的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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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苹果了 早 来 起发 来 索索 我们洗一索 也洗一洗 好 搓吧 好 来 我进去了 林初姐 江海 早上好 小苹果 嗨 你就是小苹果 叫哥哥好了吗 哥好 你好 你好 江海啊 你怎么来这儿了呢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病啊 西装 我找到工作了 租房网站的销售工作 怎么样 太好了 恭喜你啊 姐 听我姐说 你最近可能比较忙 那你送孩子可能比较吃力吧 这样呗 你以后接送小苹果的签 你就交给我 不用 那接送孩子的事情 怎么能麻烦你呢 这不麻烦呀 你从果果幼儿园 往前走 一站路就到我公司了 顺路嘛 这真的不用 接送孩子很辛苦的 而且你刚找到新的工作 要好好努力知道吧 我不算辛苦 我每天早上起来 晒晒太阳 晒晒故挺好 张海啊 我知道你是好目的啊 有心灵了 但是这件事情你听我的 林初姐 这件事情你还真要听我 我不管你大不难应 反正以后 每个工作日下午三点半 我准时来接果果 我不管你来不来 反正我肯定来 果果 哥哥下午来接你好不好 你耍赖皮 哥哥没有耍赖皮 哥哥以后每天下午三点半 都来接你好不好 好 好 那今天下午等哥哥来啊 走了 哥哥走了 哥哥上班去了 张海 交开我了 你这 这让你答应的 嗯 咖啡 嗯 好好吃 好吃 伯伯啊 你上了个上啊 你看 我都心里吃冰淇淋了啊 你叫我叔叔怎么样 一个密集里教的套路啊 什么啊 你 你上哪学的套路这个词啊 啊 必须叫我叫叔叔啊 你叫我叫哥哥的话 那我跟你妈妈不是差点问吗 那不行 不 我就叫你哥哥 哥哥哥哥哥 叫叔叔 哎哎 哥哥 咋啦 大人为什么要离婚啊 啊 果果 果果你才几岁啊 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果果 你就说为什么呢 呃 呃 这个 结婚这种东西呢 是因为 两个人在一起 要比一个人 过得好 嗯 离婚也是一样 是因为一个人 要比两个人更开心 那妈妈离婚之后 也会开心啦 果果 你说什么 那妈妈离婚之后 也会开心啦 你 你妈妈要离婚呢 你凭谁说的 我在阿婆阿公家 听到阿公这样跟妈妈说的 我就有点呆心妈妈 果果 你觉得 现在妈妈开心吗 她有时候好像开心 有时候好像又不开心 但妈妈也有开心的时候 对不对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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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姑姑姑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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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海 谢谢你啊 没事 还玩吗 还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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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吧 去吧 小心点啊 你也快点回去吧 一会儿晚高峰该堵车了 没事 我不怕堵车 我愿意等你 没什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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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们再来画一次好不好 小心点啊 谁都没有发现花木兰是一名女子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姑姑啊 嗯 你喜不喜欢最近来接你的江海哥呢 嗯 还超会玩魔方 还会讲很多很多的笑话 但我还是想妈妈来接我 但是 妈妈最近在上学呀 狗狗不是说了吗 希望妈妈可以好好学习 不要半途而飞 可是杨杨说 你还没想到 свои妹子 看着你 你还没露出 他们想要湿 什么信念 你还没想到 你还没露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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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帮解一个事情 这个作业是谁啊 顾总 是我的 这份程序的鲁棒性不错 对异常处理 考虑的较为周全 系统运行稳定程度高 但遗憾的是 通过率不够 在我们给你的预知下 通过率只达到了96.5% 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的通过率 已经达到了95% 这次优化训练 不对你们的期待 是98%以上 顾总 您说的问题呢 其实我也考虑过 不过在充分地考虑了可行性 和技术之间的平衡之后 我选择了现在这个方案 这次训练的工程背景是 交通安防领域 在考虑到火车站 机场等地方人流量大 需要运用程序 很快地做出反应 以防遗漏 在不大幅提高 工程预算的前提下呢 硬件算力有限 因此我认为 在保证了一定的识别率后 应优先确保识别速度 用户只是希望 用最快的速度 抢到存量有限的车票 谁会在意你产品背后的 技术逻辑是不是完美 可是 不许呀 你这个人呢 就是略微有一点死板 一味地沉迷于技术 完全忽略了用户 最基本的需求 那按照你的说法 那完美的技术 就没有意义了吗 完美的技术 当然有意义了 它可以用来写论文 做研究 也可以给先进的技术 就是实用 如果它无法融入行业 变成切切实实的产品 那么客户与合作伙伴 就会拒绝买单 算法必须要考虑弱力问题 企业从技术切入没问题 但必须要和应用场景 很好地结合起来 空谈技术 就像是闭门造车 肯定会失败 不能变现的技术 未必不是好技术 但是我相信 好的技术 一定可以变现 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十年 也反复实践了十年 我是技术出身 很长十年以来 确实沉浸在完美的技术里 而沾沾自喜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磐石人 都要记住 技术是为需求服务的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保持 对外界市场变化的一线感知 卓越的科研能力 应当成为磐石的闪光瓶 而不是宝区 瞒不然而来 考虑得怎么样了 还剩两天的时间 也没建议去办离职手续啊 还是不想做是不是 行 之前我许诺你的 三更加三 说回 人事马上会走 劳动合同到期流程 我会配合办理的 找工作的事情 其实你不用担心 毕竟以色试人 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无非就是换个金主 分分钟的事 我真的想不通 怎么会有他这么下作的人 我正想跳上去甩他两巴掌 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得到 他的嘴脸 他在家里用的那些套路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齐 你还忍了他这么多年 博士跟自己较劲的 我特别想硬气坏 就算我不离职 但是我也想当着公司 上上下下的面 揭开他的面具 撕烂他的脸 但是我做不到 我怕被他称的是卖命令 我怕在这一行我混不下去 我想要N加三 因为那个钱 因为那个钱 对我真的很重要 所以 我只敢在背后对天对地的 我是不是很爽 强者能为所欲为 就是吃准了 弱者会患得不患失 对 江海十岁生日那一天 我妈答应带他来江州 我求了我妈好久 我妈终于答应到我来 但是有一个条件 我要自己攒路费 我每天放学以后 就去阿贝公找公知喝 那个时候弄得一手都是紧 但是 我终于攒够了路费 我妈带着江海还有我 一起来了江州 我妈带我们去电视台 我去电视台 那个时候电视台的门票 有一百多块钱 我妈只跟给江海买一张票 我就坐在那个售票口 看着电视台的那个观光边 一遍 又一遍 看了十多遍 但是我当时 我还安慰我自己啊 我说 那上面的风光 姐也算是看过了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从来没被人爱过 所以我拼了权力 也想得到爱 我讨厌我妈对我的亲事 但是我又忠视她对我的看法 我拼了梦得想要证明我自己 可是到头来 发现我自己还是一个失败者 林刘 有的时候吧 我觉得你说得挺对的 当强者 是需要定期的 但是莫没有 夏家在这里 这家公司啊跟方舟比呢 规模是小了一点 但是如果你去的话 直接就是高级市场经理 高级市场经理 你的简历我给他们发过去了 看完之后非常满意 如果你愿意的话 跟他们的HR直接联系就行 我 我没想到 现在在整个方舟 大家都对我逼之不及 只有你肯帮我 明博 谢谢啊 公司那些破事 就算你不告诉我 那究竟是什么情况 大家心里都清楚 不过我能有限 能帮的也只有这么多 灰美电子 灰美电子 这家公司 刚刚跟方舟有了合作 而且我记得 负责人就是你吧 我跟他们几个人 私交都不错 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呢 就顺便推荐了一下你 那你可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要是真去了灰美这家公司 这个人情 我该怎么还你呢 这 这都是小事 你就攒着慢慢还 等你安定下来之后 请我吃个饭 看看电影 喝咖啡都行 不是 怎 怎么了 江熙 江熙 不是 我到底怎么找你来江熙 江熙 江熙 我到底哪儿惹到你了 你总该告诉我原因吧 你是不是喜欢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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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帮我找一个工作 给我一点小恩小惠 就可以在我这儿 顺理成章地占我便宜是吧 我就这么好欺负吗 不是 我喜欢你 你就是想占你便宜 你 你脑回路怎么那么清晰 我 我没有呀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在公司是什么职位 你有多少存款 你真以为 你骑个小摩托 你就可以在我这儿趁火打劫是吗 不是 你要是想羞辱我 没关系啊 但是你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刺激 我是雪舟送太匪 你误解成趁火打劫 我 我没有那个意思呀 你省省吧你 我告诉你这样的套路我见多了 今天约吃饭 明天约喝酒 你还想干吗 你以为 你手上有的那么一点小权利 就可以在我这儿得到想要的吗 你做梦 我 我没有呀 喂 对对对 我已经在路边了 就在这个便利店门口等您呢 好好好 妈 我晚上回家吃饭啊 是 就在那儿 你没想拿出 是的 可以出发了 我们这谷博是越来越好了 能帮外婆做事了啊 那可不是 我不厉害了啊 她做事 来 来 你家里认识 来 可以吗 可以 你这腿最近还疼吗 好多了 大夫说了 用这个中药汤子都泡泡脚 就睡眠好了 嗯 是 还有 你们俩 没事别总想东想西的 我什么事没有 你看看 你看看这是像没事了吗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很多事情都成习惯了 那俗话说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你想离婚哪儿那么容易啊 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 你还不知道我吗 任何事情 我都能一样一样给她理顺的 我们双双啊 向来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 就算一直走了弯路啊 也能迷途直返 这个我相信 我跟你妈年纪都大了 很多事情啊 我们想帮你也力不从心了 不过你要是真的需要我们 你就直接说 我跟李妈一定竭尽全力 妈妈 你看我笑得好不好 真好 你看这条箱没有了 我们果果都会干活了 好棒 果果最棒了 爸 你看 你怎么知道有事要找你帮忙呢 喂 顾雪啊 我是林老师啊 忙不忙 那正好 不忙啊 晚上来家一起吃个饭吧 哎呀不麻烦 你师母一大早就买了大鱼大肉的 那好那好 晚上在家等你啊 好再见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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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我下班了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来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啊 我们魏总等了一下午 现在天都黑了 什么热藏见了我们顾客 顾总 不好意思 我再帮您催一下 喂 曼妮 方舟的魏总还一直在等顾总 好的 好的 知道了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 顾总已经下班了 下班了 其实本来可以安排的 但是刚刚他临时加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晚宴 那你早说呀 我们魏总一个屁时在这儿 等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随随便便敷衍几句 我们就白等了是吗 这就是你们 盘石待客之道是吗 一雪 不好意思 你亲人太深了 什么临时加的晚宴 比魏总比方舟还重要 您好 我找卫明 您好 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叫顾许 顾许先生 今天有空间吗 不用预约 老方 快带我过去 快去啊 好啊 快去 这边请 从现在起 你已经不是方舟的员工了 让一下 江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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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你这是要出去办事啊 上次你给我带的 雅美加咖啡不错 下次给我多带几盒吧 好 办公室在这边 我带您过去 不错